上回书说到 竟得来见乔公山 跟乔公山说了 自己学艺的经过 乔公山一听 学了半天能耐 连师父姓什么叫什么 在哪出家都不知道 竟得 你这孩子怎么还这么浑呢 多嘞大爷 上回您去下棋子 我喝多了 说了些不三不死的话 您别往心里去 多了 谁能跟你一般见识啊 你呀 今天见我 有什么事啊 大爷 我要去投军 我师父说让我到太原府投军 将来我做了国家大将 我师父来找我 我大将我师父姓什么叫什么 我来告诉您 没别的说的 我没路费 您给我点银子 哎 我这媳妇 我也就求您照顾了 行啊 你要是当了国家大将 立了功 大爷我脸上也好看 你 大孙要多少钱呢 哎 不多 我算了算 从咱们家到太原 几百里地 您给我三十辆 二十辆的就行了 来啊 管家过来了 原位 给镜得拿银子 包二百两整的 再拿四十辆散碎的银子 让他路上画 哎 大爷 我花不了那么多 穷家父路啊 拿着吧 花不了留着 你走了之后 让我侄儿媳妇搬到我家中来住 买卖呢 有我清理 你就放心当差 啊 甭惦记家里 对机会 我还要到太原府 去见见两位王爷 唐朝得天意 顺人心 唐朝所管辖的地面 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我家里边 有这么多地 我应当献出一些粮食 冲作军饷 借献粮的机会呢 我呢 也托两位王爷 好好照顾你 我的用意 竟得呀 你明白不明白 大爷您疼我 咱们就这么着了 我明白 我跟您告辞了 家人已然把银子 递到手里了 竟得拿着银子就走了 回到铁铺 竟得 就把大爷 乔公善的情形说了 行啊 那么你几时动身呢 明儿就要走啊 我帮你收拾收拾东西 到了第二天 梅宿英把竟得应该带走的东西全收拾好了 背起一桌韭菜 给丈夫践行 夫妻对坐呀 两口子也过了不少年了 竟得端起酒来了 哎呦大奶奶呀 夫妻一场 哎 对我不错 还给我备酒渐行 哎 我谢谢大奶奶 哎 今天 你要走了 爷呀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 我呢 身怀路假了 什么 这身怀路假是什么玩意儿 嗨 给梅宿英气的呀 何算你什么都不懂啊 告诉你 身怀路假就是我有了身孕了 将来生下来不知是儿还是女呢 哎 我明白了大奶奶 哎 这身怀路假就是你肚子里有小径逮了 对呀 可不知道是儿还是女呢 你给留个名字呀 你随便叫吧 叫什么都行 不成 你当爹的就得给留下名字 哎 别忙别忙 让我想一想 哎 怎么办 要生个儿子呢 就叫他御痴宝林 哎 要生个丫头片子 那你当妈的看着办吧 好吧 这个梅宿英呢 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因为过去帮着父亲记账 他呢 认了点字 他让丈夫给儿子起了名字 起个一吃宝林 这梅宿英就放心了 哎 可是 你这一走 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常言说的好 争人无限 什么叫争人无限 大奶 那这话我不懂 哎 军人出政 没有一定准时期 这就叫争人无限 万一你要老不回家 我生下儿子他长大了 我让他去找你 你们父子相认 以什么为凭呢 哎呦 大奶奶 我要走了 你怎么这么些事 你走的是大事 孩子也是大事 哎 怎么办 这对钢鞭一瓷一熊 我带走熊鞭 留下瓷鞭 给我儿子 将来父子相见 以鞭相认 这鞭是我打的 我认识 打奶奶 你看行不行 是啊 你这主意还真不错 你等等 梅小英就拿来笔墨 让静鞭 拿出这对钢鞭 放在桌案之上 梅小英提起笔的 站了站墨 就在熊鞭上 写了 御吃静鞭四个字 在词鞭上呢 又写成御吃宝林四个字 爷呀 我把你们爷儿俩的名字 都写上了 等墨干了 你拿站子 把这字给站上 哎 行行行 静得就把这锤子 跟站子取出来 你别看静得不认识字 在铁上站字 是好手艺 一会儿的工夫 把这两个名字 全都站好了 吹去铁墨子 一看这八个字 站得是又深又真 夫妻两个人 把酒喝完了 竟得找了一根绳子 把熊鞭 拴在自己的身背后 拿起来行李包裹 卖不忘卫就走了 大奶奶 我走了 我当官 当大将 立功 你听信吧 梅小英心说 夫妻二人 过了好几年了 你走了 就说这么句话呀 梅小英的眼泪就下来了 得了 千万千万 你多保重 走吧 这静得一瞧 媳妇掉眼泪 她还错了 大奶奶 我偷军当大将 大喜的事 我当大将 你是大将夫人 你干嘛 这么眼泪扑杀的 给我送三的 再哭 再哭我打你 哎呀 梅小英 也没有办法 跟静得置气 只好止住了眼泪 我呀 刚才那阵 心里不好受 听你这么一说 我高兴了 我不哭了 你呀 好好走吧 静得离开了 梅龙镇 勾奔太原府投军 咱们书要 简短节说 静得走了几天 这一天日漠西山 他呢 就进了 太原府的北门了 打电出去吧 叫伙计拿了一堵了酒 二斤酱牛肉 炒了俩菜 他坐在屋中 是大吃大喝 常有人上这来投军呢 这伙计一看 也琢磨着 欲吃竞逮的 是上这来投军的 就问 可以 请问您贵姓啊 哎 父兄欲吃 单子民工 自表竞逮 请问 您是又到哪儿来呀 说着马尾县没能认 您是来办事啊 做买卖 还是敲朋友啊 我呀 哎 投军 哎 伙计 我问你 这投军怎么投法 哎 这回静得还动得动心眼 他没投过军的 他打听打听 可以 我们是可常驻投军的 不知道您是打算当兵呢 还是当将 哎 十八班兵人渐渐精通 做一员大将 英勇无敌 哦 可爷 您要做大将 这儿可有规矩 投军的都得买一张投军状 要当兵的 二两银再买一张 要当官的 当大将的 就得花五两银再买一张 把这投军状添好了 送上去 上边准了 您才能入伍当差呢 其实啊 玉池竟得不知道 这投军还得买投军状 这是李建成 李元吉这哥俩 背着他爹 武德天子私利的章程 该什么 搂钱 一个人二两银子 当大将的 一个人五两银子 人多了 这财可就发了 竟得一听 还要买投军状 麻烦麻烦 我出来太原 人生地不熟 明天求你受点累 替我代买一张 投军状怎么样 行啊 可爷 我替您办 第二天 这伙计根竟得要了钱 给他买了一张 投军状 伙计啊 抽累呗 我不会写字 行啊 我也写不好 您别着急 我把帐房先生给请来 一会儿的工坊伙计 就把这位先生请来了 这管站的先生 问一项写一项 把竟得的姓名 集贯全都写好了 这先生又问 这位可爷 请问 你有什么技能啊 什么叫技能啊 就是你有什么本事 那你给我写 我要做议员大将 不是大将我不干 这我可没法给您写 是不是 我就给您写上 想当大将就行了 再写上 十八班兵人 渐渐精通 这么写合适吗 合适合适 我让你怎么写 你就怎么写 好吧 管帐先生 就给写上了 要做议员大将 十八班兵人 样样精通 然后下边年月日食 都填好了 可爷 我照您说的 全都写上了 这份投军状的 就算行了 哎好 今儿我就投军去 竟得吃完了早饭 让伙计算完账 给完了垫饭钱 又给了伙计一点小费 赏了管帐 先上二两银子 他腰里的四十两呢 就剩不了几两了 他一打听啊 两位王爷住在西边 晋阳宫公院之内 他怀里 一声投军状 跌了几包袱 大步流行往西走 跨过晋阳桥 来到公院大门外边 门前有四个兵丁站岗 静得一抱拳 哎 辛苦辛苦众位 你是干什么的 哎 我来投军 告诉你 投军的有规矩 当兵的到兵站去投 哎 我当大将啊 你当大将 有没有投军状 哎 有啊 他从怀里把投军状交出来 望上一地 这当兵的接过来看了看 行 您在这候着 当兵的转身 上里边 禀报了军门大人 这位军门大人 姓黄 叫黄壮 那是建成原籍的新方 他接着竟得的投军状一看 呵 这主行啊 要做一员大将 十八班兵刃 渐渐精通 好啊 把他给我领进来 是 当兵的出来 把竟得就领到大厅 这位 是我们军门大人 黄将军 上前见礼 竟得双手一抱拳 哎 黄大人 我给您行礼了 你 你叫玉驰公 啊 没错 你在投军状上 写着十八班兵刃 渐渐精通 这是真的 没错 不精通 不敢这么写 好 你在这等着 我给你禀报 两位千岁 这黄壮啊 拿着玉驰境内的投军状 来到后边的银安殿 看见建成原籍 就把这投军状递上去了 建成 接过这张投军状 一看 好大的口气啊 这人能耐 可能小不了啊 把这投军状递给原籍 兄弟 你看看 有道是千军万马 容易得一元 虎将最难求 想不到今天 咱们这来一元 十八班兵刃 渐渐精通的大将 这原籍接过了一看 好 好啊 哥哥 咱们上天 先进他 传王毅 王毅望下一传 建成原籍 在当中这儿做好了 文官武将上殿 往两旁边一站 时间不大 这黄壮 就把玉驰境内 领到银安殿上 建成原籍 这么一看 不错 这个人晃荡荡 平顶身高 在仪仗开外 哼 魁梧 胸困背后 杜打腰圆 头上戴着草轮巾 身上穿着一身灰 是灰不得裤子 灰不得挂子 如神 勒着十字盘 两只 搬尖 大叶们洒鞋 打着花绑腿 身背后 掖着一只沾鞭 腰里头 围着个包袱 面似黑锅底 黑中头亮 两道抹子梅 斜插入 并直入天仓 一窗大眼 就如同刚铃相仿 黑眼珠多 白眼珠少 让人看得那么渗得很 通天鼻梁 大嘴叉 大耳朵 海下无需看年纪 也就二十出楼 黄壮用手一指 玉迟过 上边这两位 一个是当朝太子 英王千岁 一位是齐王千岁 你还不跪倒磕头吗 竟得跪倒在地 两位千岁在场 我给您磕头了 建成用手一指 我说你起来吧 这竟得就站起来了 我问你 姓什么叫什么 家住哪里 为何头军 说出来 让本王爷我听听 这竟得呀 就把头军状上写的 那几项 又说了一遍 当他说到 要择一员大将 十八班兵人 渐渐精通着 大家伙全愣了 先说这人 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没想到建成没说话 元吉说话了 你说十八班兵人 渐渐精通 不对吧 我瞧你呀 是样样稀疏 竟得这脾气瘦得了吗 竟得 双眉倒数 二抹圆整脸上 颜色更变 呀 这建成啊 一瞧竟得这样 就跟元吉说 是个大胡同虫 你等着 瞧哥哥 我挤得挤得他 行 我说 玉池弓啊 王爷 我十八班兵人 不稀松 好啊 你稀松 不稀松 没关系 要做大将呢 得花钱买 就凭你这句话呢 可当不了大将 哎 花钱花多少钱 二百两银子啊 你有二百两 我就说 你没有二百两银子 你就趁着走人 给我当兵去 建成什么意思 他心说 这黑小子 穿着一只粗步的裤罐 土头土脑的 能趁二百两银子吗 我把他挤得走了得了 跟他废什么话呀 没想到正合适 这位玉池竟得 他身上正带着 乔公山 给这二百两银子 还没动呢 竟得呢 确实是 沙满海大运头 一听王爷 说出价来 二百两 嘿嘿 何时何时 穷家乎乱 哎 我大爷给我 二百两银子 要不然我这趟 没来了 他就把腰里包包 解下来 放到地上 打开了 哎 二百八 五十两一封 四封 二百两 一两不少 大见我当 这建成 元吉望向一瞧 新手怎么那么巧啊 哈哈 有意思 元吉 看了看着哥哥 好好好 先把银子 给我拿上来吧 当差的 把这二百两银子 送到桌案之上 建成一想 二百两银子 二百两银子到手了 我把这黑小子 安到哪呢 对呀 进阳宫里的亲兵 一共是十二银 每银十三个人 十二个兵 一个头 头两天 六银的棚头 回家不干了 正缺个棚头呢 对 就让那黑小子 先干两天试试 我说 玉池宫啊 哎呀 你交了银子了 就让你做 六棚的棚头吧 什么时候 你立了功啊 我再让你 路位高升 哎 王爷 这六棚的棚头 十大将 用得着 十八本兵刃吗 十大将 用得着 哎 那我多谢王爷 这静着还磕一头 黄庄啊 伺候王爷 把他带到六棚去 尊令 黄庄 就把这玉池宫 交给一个 当差的兵 这当差的 就把静带带下去了 到了六棚了 当差的喊了一声 我说 你们都出来 王爷给你们 派头来了 迎接你们的棚头 里头十二个人 齐声答应 出门一看静带 赶紧跪一磕头吧 老爷 我们给您磕头了 哎 老爷 静带高兴了 大将就这事 老爷 我还管十二个人呢 哎 别磕了 别磕了 小子们 这当民的一听着 怎么说话呢 管不叫小子 别惹他 嘿嘿 这愣愣着 没什么能的 可能跟王爷 有什么关系吧 别跟他较真 大家伙起来了 围着静带呀 问静带 姓什么叫什么 静带还真说实话 哎 我 腹性欲迟 单的民工 自静带 我出来当国家大将 十八门兵的 健健精通 大伙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心说就管我们十二个兵 还当大将的 别乱了 静带 被十二个兵 让到棚住 静带望着一走 哎 我可可 给我沏茶 哎 当兵的把茶 漆来了 这静带 倒了一碗一瞧 哎 什么茶 还飘着土墨呢 棚头 上边发的 就是这个 哎 当大将 喝土墨 给我换好的 对不起您 没有 我叫这个 静带也没办法 对付着喝吧 到了晚上吃饭了 外边有兵喊 六棚领饭 这当兵的 这闻静带呀 老爷 是您领去 还是我们领去 哎 你们去吧 一会儿当兵的 领来了 静带一看 一大破了小米饭 一大盆老爷咸菜 还有一桶菜汤 里边放的把勺子 有个兵给静带 盛了一碗饭 往这碗里头 剥了点咸菜 又盛了一碗汤 找了一双筷子 往桌上一放 老爷 您用吧 给我白酒啊 老爷 天天吃这个美酒 美酒我吃不下去 我喝惯了 那么对不起您 您要不吃 您就饿着吧 我不吃 静带看着饭 能吃得下去吗 当天忍过去了 第二天肚子不答应 他饿呀 一口气吃了几碗饭 我说 你们这当兵的 有喝酒的日子没有 老爷 每月初一十五 这两天有酒 王爷犒劳咱们 今儿几了 今儿初九 还得等几天呢 静带没办法 只好等着吧 每天就吃着 带沙子的小米饭 这日子可够难熬的 好容易盘到十五了 当兵的来了 老爷 今天吃犒赏 我们领去吧 不成 今天我得领去 静带到了外院 见着管事的了 我领犒赏 几棚的 六棚的 看见没有 端一盘子走吧 哎 竟得端起一大油盘 一看这盘里的吃的喝的 竟得乐了 心说这回可够我吃一顿的了 没想到这一顿 竟得就惹出麻烦来了 惹出什么麻烦来了 咱们下回再说 咱们下回再说